这个叫做 真理家族前辈堂 这个地方曾经收容过他 那现在他又回来 他说我们客满了 那他就放火 为什么会恩将仇报 恩将仇报 其实不那么罕见 我们人应该会感恩嘛 对吧 不一定 如果说这个人一直觉得他没有家 没有人 刚才国事说的 没有人可以承接他过 结果有一个法官 多做了一个动作 让他有一个梦想 觉得他可能有一个地方 有家 然后有人跟他一起 他有可能有希望 可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 不管是精神情绪 或自己的总而言之能力 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被接纳 所以其他人还是承受不了他 这样一个因为 怎么说呢 你其实我可以感觉到 你对我的某一种爱吧 可是我又在世证实了 我没有办法享用你的爱 那是不是有可能会 很痛苦的觉得 原来我还是没有办法被爱 那这个时候的伤害 跟那种 坦白讲那种想要同归于尽的感觉 是有可能发生 是有可能发生 什么臭 你突然发生 很疯狂